房地合一2.0版的所得税法 今天送立法院是初审通过了 课税的范围将会回溯到2016年 而财政部长苏建荣还说 如果新法生肖前出现了抢购潮 其实也是符合让房价下跌的目标 财政部的版本送到立法院来 你不支持 我从来没有说不支持 好 太好了 你不支持 我今天一定让你下台 立委重炮猛批 而房地合一税2.0 在立法院初审通过 除了生肖日期还没确定 其他包含施行税率和年限 将会以行政院版本为主 其中还会针对房子取得时间 宿集既往到2016年 105年取得的房子 那你在我们生肖日 法案生肖日后 那么你交易的话 那么你就适用新的 这个叫做不真正受集既往 那所谓受集既往追税补税 那这个事实上没有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修法重点也包含 未来持有两年内出售房地 将会被课征45% 而二到五年则是课35% 更大陆预售乌买卖 并预计修法后会订定日出条款 但立委也怕会掀起一波抢售潮 委员你如果真的是有抢售潮 这个也刚好符合我们 就让房价下跌的这个情况 所以基本上这个倒不是我们所担心的 部长你不担心 你抢售潮你不担心 掩开房地合一税即将上路 但是囤房税至今依旧难产 不管立委怎么问 财政部长就是不愿轻易松口 房地合一税二点零力拼出审通过 就判法案上路后能够真的抑制炒房投资客 东森财经新闻 需要主取今后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使用转财经新闻 登场 明月后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跟远月 判法案上路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